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销售费用和销售费用率 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企业 这个企业是美帝集团 美帝集团现在由于它的多元化的部子卖的比格力要大多了 所以它现在营业额是比格力电器要高出一截 你看2018年它的营业收入是2618亿 2017年是2419亿 还记得2017年格力电器是多少吗 1500亿 2016年格力电器是1100亿 就是营业额来讲的话 由于格力电器的专业化主导 那么它在营业额方面已经远远的比美帝要少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销售费用 格力电器在1000 现在是2000亿 它在1500亿的时候 格力电器的销售费用是160多亿 它呢到2017年2400亿的时候呢 它的销售费用是267 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 它的营业收入是2618 它的销售费用是300多亿 明显来讲 这个美帝的这个销售费用 随着营业额的不断的加大了 它也是一个迅速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 这个大家觉得很好理解 因为它的大量的产品是处于竞争态势条件下的一种产品 冰箱 空调 洗衣机 对吧 小家电 你总要有营销活动 所以它这个是这种营销活动 或者营销努力的一个正常反应 但是为什么你的感觉 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情况 我们感觉就是它的销售费用率 感觉比格力电器高 相对来讲 它销售费用率更高一些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每年的净利润的情况 实际上美帝的净利润 是前年158 去年186 今年216 我看看格力电器吧 前年净利润155 去年222 今年263 再看一下美帝 它前年 去年 今年 简单地说 它基本上每年的净利润 赢不了格力电器 为什么赢不了呢 因为美帝 尽管它的营业收入远大于格力电器 但它的三足鼎力 我们看到了 第一足 对吧 暖通空调 第二消费电器 第三智能机器人 及自动化系统 这三足鼎力 就必然要有 不一样的 营销组合 对吧 当你这个自动机器人 不是卖给老百姓的时候 它的营销就不能往 这个市场 这种市场去打 所以它的 分散化了一种 多元化 降低了它的 综合效率 所以它的综合费用率是高的 当它的毛利率 也有所不足的时候 它最终的利润 虽然是持续不断的增长 但仍然是达不到一个 格力电器的境界 当然格力电器 有格力电器的问题 所以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 我们在上一节 我们做的这个 整体的一个 销售费用和销售费用率的 安排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思考 就思考一个企业 销售费用和销售费用率的变化 一定要思考 它的业务结构问题 营销策略问题 竞争力问题等等 包括它的管理 这是我们分享的一个案例 那么这节呢 我们再跟大家讲一讲 怎么看管理费用 和管理费用率 率往往跟营业收入相比 它是有效性的一种感觉 那么管理费用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 我们现在给大家 比较两个 非常近的企业的情况 这个是这个 我们曾经反复说过的 长安汽车 2017年和2016年的 管理费用的一个规模 和结构情况 2016年和2017年 请大家注意 说你张老师 你怎么不用2018年的 2018年 他那管理费用 就分成了研发和管理费用 这可比性差了 我们用2017年 19年能说明问题 好了 注意看 我说一下 在2017年以前 管理费用 是三大支柱 我们经常说这个三特别重要 三大支柱 管理费用三大支柱 第一是机关 与机关相关的 与管理相关的 高管的薪酬 或管理层的薪酬 这个在工资及福利费 这叫法咱们就知道一下 第二呢 是研究与开发支柱 研发支柱 研发支柱我现在不讲 因为后面还要讲 第三大支柱 是与机关有关的 办公费 折旧贪销 交通费 拆旅费 大家注意了 一个叫办公费 一个是折旧与贪销 你管理软件呀 这个机关办公大楼啊 它总得有折旧啊 总得有无形资产贪销啊 交通费 拆旅费 交通费 拆旅费 那么简单的说 一是高管薪酬 二研发支出 三与机关有关的 这种交通费 拆旅费 折旧费 贪销费 办公费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规模 和占比 2016年 大家注意这个数字啊 2016年 管理费用 有51亿 福利 工资及福利费 占到了16亿 大概不到三分之一 是咱们管理者的薪酬 第二 研发支出 大概在40% 40多一点 咱们就知道这数字啊 看一下 办公费 2亿6 折旧集参销 6亿多 这加一起 8亿多了 8亿 8亿6 8亿7 这还有一个交通费 加这个拆旅费 这就是8千万 9千万 8亿7 加9千万 9亿6左右 不到10亿 这构成了三大支出 一高管金筹 二研究与开发支出 三 办公费 折旧费 好了 这是他 大家说张老师 您讲这个 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好 我让您有感觉 有什么感觉呢 不比不知道 一比下一大挑 这是谁啊 这是效益 远高于 长安汽车的 也加一长 叫长城汽车 就在河北的保定 总部在保定 一个长安 一个长城 咱们看一下长城汽车 合计 管理费用45亿 还记得 长安汽车 高管新城是多少吗 16亿 你呢 7 大概是长安汽车 领头 但是人家效益高多了 二 研发支出 刚才我说了 长安汽车 研发支出22亿 占管理费用 大概40%左右 不到40% 它呢 研发费用达到了31亿 怎么样 三分之二是研发 绝对额31 您呢 22 当然这个不成绝对额 绝对去比啊 但是你能从这 能看出一些感觉来 三 与办公有关的 与机关有关的 折旧与贪销 办公费 拆旅费 这些东西我们看一下 一 折旧与贪销 不到两亿 长安呢 我们不到七亿 六亿多 人家不到两亿 您六亿多 这感觉怎么样 长安汽车还是比较气派的 办公大楼也气派 硕士也好 保定这个呢 感觉到反正是 如果这报表是恰当的 是差一点 下边 办公费 七千四百万 这个别的没有什么 刚才我说的了 它这个结构不太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能找到的这个企业 它跟办公差率有关的 加在一起 也就是 也就是反正就是这么多钱 远低于长安汽车 那什么意思 我们就可以想象 因为我没有两家公司 我都没有去过 想象什么呢 在长生汽车来讲 强调艰苦奋斗 强调咱们办公条件 差不多就行了 对人 工资薪金偏低 条件偏差 长安汽车对人好 高薪待遇 对吧 你甭管什么效益 我给你高薪 先让大家 条件舒适 这样才能激发 在这集体性 对吧 这两家公司体现了 不同的一种东西 好了 继续看 2017年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2017年 是自己觉得自己都 不能不好意思再拿了 还是怎么的 去年16月已经降薪吧 效益也不好了 因为这效益持续下降吗 12亿 长城呢 8不到9 涨了 长城汽车涨了 但是非常克制 长安汽车也很克制 降的好多 但还是12亿 远高于长安汽车 还是长城汽车 对吧 这次终于把研究开发 技术研究费高了 管理费用没什么太大变化 已经达到管理费用50%了 但办公费 依旧高 折旧与贪销更高了 交通费 拆旅费 很忙 你感觉怎么样 所以长安汽车 真的这些领导们很繁忙 为公司操碎了心 长城汽车怎么样 看一下 也有一些变化吧 但变化不大 它折旧与贪销也低了一些 还是这种情况 比较办公费更低了 拆旅费它跟不知道放到哪去了 总体讲的话 这个公司 它跟长安汽车相比呢 气度没有长安厉害 没有长安纽气派 但它实实在在的在 真的在把企业效益在做 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 至少在当时是这样的 所以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 我们通过这个案例 跟大家交代 决定管理费用和管理费用率的 非常重要的是什么 人力资源政策 高管的心头政策 以及企业的办公条件 出差标准 等等这些管理制度决定的 所以当我们考察一个企业的 管理费用和管理费用率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有些企业不管效益 只管我们应该有的一种规格 我觉得长安汽车可能就是这样的 另外的企业呢 要说咱们在这个阶段 咱们还是尽量的过几日子 尽量的把这个企业效益做出来 不同企业的管理风格 占着决策 决定了它的管理费用和管理费用率 好了这节课呢 我们就讨论这么多 最后还是留一个作业 就是你关注一个企业 看一下它的管理费用 跟企业的效益之间的一种关系 好了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